这个一千三个,八块钱三个 哈喽大家好,我是妈妈 今天我来到了哪儿 在那个换钱那个小哥那儿呢 得知了在蒙特港这边呀 有一个海鲜市场 它是每周六呢有一个赶集 就是跟我平时去看的那个海鲜的价格呢 就完全不一样 他说我上次买的那个海鲜的价格 虽然便宜 但是已经是被骗了挺高的价格了 所以今天周六呢 我已经来到这个海鲜集市 看一下这边 在他们当地赶集的时候 到底卖多少钱呢 你看这边基本上 各种各样的农产品 蔬菜 挺多种的 还有各种海鲜 看看 新鲜的鱼 鱼 腊肉 海鲜在哪儿呢 好多人拿着这个小桶 蛤蜊 这还有土鸡 生蚝 为什么大家都在这儿呢 这一块是卖什么的 看看 哇 我终于找到了 原来大家都是在这儿卖海鲜的 这个是不是便宜很多 这个是不是便宜很多 面包蟹 我是来找帝王蟹的 我是来找帝王蟹的 这是面包蟹 我觉得面包蟹可挺大个的 我还有点冷 下面是卖什么的 这个船上面是卖 卖猪肉的 第一次看这么卖猪肉 第一次看这么卖猪肉 那边太阳才刚刚出来 这还有两只海豹 三头海豹 在这儿 哇 这海豹一点都不怕人 在这儿捡鱼头吃 哇 他们在这儿等 有人给他丢鱼下去 你看 哇 这种投尾方式 放在宠物界都算是很炸裂呀 放在宠物界都算是很炸裂呀 这种投尾的方式 他正在眼望望的 等着有人给他丢鱼下去 他现在准备丢鱼下去了 哎呦 那个小的抢不到 太可怜了 我们快被这个海蝗笑死了 他是真的难 他是一点一点滚下去的 他完全不想动 笑死了 我看着他从老远了 真的就一直在滚 你看 这么难的海豹玩头一次见 他真的难 他甚至不愿意动一下 他真是不愿意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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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个大的面包蟹没了 这都是面包蟹呀 灌住 可以 这个一千三个 八块钱三个 这个大的是一千匹说几个 两个 两个 就四块钱一个 可以拿三个 你给他 我想买帝王蟹 你这哪能买得到吗 帝王蟹就这里有没有 一般在哪卖呀 一般就这地方在上面 我去上面看 你是哪里过来的 我过来旅游的 我听说这儿 感激可以买到帝王蟹 我不知道在哪买 像这种生蚝怎么买的 你知道吗大哥 这一堆四千吗 这个很酥 对啊 味道比中国好 哥好大一个 这鱿鱼好吃的 五千亿公斤 五千亿公斤 算贵吗 不贵 我想买帝王蟹 你这呢 没有啦 你这里做生意啊 没有 卖完了吗 第一碗鞋没有 第一碗鞋没有 就在那边拿鞋 第一碗鞋没有 哇 我看到了什么 活的 藤壶 哇 这么大的 野生藤壶 哇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 我的天哪 八块钱一个 这么大的藤壶 你们谁在国内见过吗 我得挑活的 回去吃 你看这还是新鲜的 在咸牙翘壁上 今天刚翘出来的 我得买点回去 呀 这个也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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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嘎了 这四个都嘎了 这四个都嘎了 我得挑活的 我得挑活的 长这么大 第一次这么来挑 挑这个 才知道 因为这个是活的 这个另外一个呢 不死了吗 这个死了 摸一点 摸一点 哇 看 他们的清口全是紫 层壶里边肉是这样的很鲜 花了16块钱 买了这两个回去 我看到他们这有好多 我买各种刚刚的蔬菜的 我去看看 有什么 有 南瓜 苹果肯定不要 我有点好奇这个是什么 什么叶子包的 这是什么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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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这么尴尬语言了 麻烦您件事吗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他们做这里做的饼啊 那我就买一个尝尝 外面这个叶子拿掉 里面就可以尝一下 没见过 我自己住了二十几年 你在这里待了二十几年了 一直在这边 您是在这边做什么 我开饭店 开饭店的 哦 那个帝王蟹来了 你怎么 要来 他那儿应该有帝王蟹 我也不知道我买了些啥 跟这个大哥走 我今天能不能买到帝王蟹 就看这个大哥带我去哪儿了 他船应该还没来 等在这等船 他这个有大的面包系了 这八块钱 我找他买三个 八块钱买三个 这是我今天的目标 我要自己来挑 随便挑 反正不要钱一样的 哇这个好 听不懂 听不懂 哎呦 买那么大 我觉得万一我吃不完怎么办 我对不起人家庞蟹 你让一下 我对不起你 瞧他吧 你们不要咬我 不要咬我 谢谢 他啥意思 他是说多少钱 他是说多少钱 他还要收你一千块 对对对 那我要我拿我拿出来一个呢 拿出来一个 最后这是两千买了两个螃蟹 我有点蒙 这跟一开始想的价格有点一样的 就是贵了 大哥跟我说这下面的肉都是他们从乡下 然后开船来过来摆在这卖的 所以都是他们的村子里的肉 有猪肉 有什么肉都有 牛肉 我再买一点这个呢 回去吧 这二十多块钱一斤 我看看 买八块钱回去 八块钱他给我几个 他给我一 二 三 四 五 六个 六个那就一块都选一个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些卖肉的呢 都摆在船上面卖 因为他们都是在这附近的岛上呀 自己家养的 然后呢就不符合他们国家的一个卫生标准 就没有做什么防疫呀 所以他们就只能在船上面买 如果到了陆地上了 他们就需要一些卫生要求的一些镇 这种呢就是智利的大蒜 这个 这个就是智利的野樱桃 也是奶香味的 我在坦桑尼亚也见过 但是他要卖两千披萨一袋 两千披萨是十六块钱 他这一袋生蚝是三千 这一袋生蚝是三千 不 他们这砍价砍不下来呀 这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这怎么一点都不好砍价 这一千就是八块钱吗 我看看别人买一袋多少钱 如果当地人也是两千的话 那我也两千买吧 行吧 当地人也是两千 你看 这四十块钱 买一袋生蚝 加一袋这个野樱桃 这个 没有毒的 够好吃的 我还挺喜欢吃的 还有点酸甜口的那种 我居然在这看到了野生的姑娘 这个不知道多少钱 这个16块钱一袋 贵了 这是有卖猪皮的 有蜂蜜的 还有现场试喝的这个蜂蜜 Hola 这我第一次看到绿色的菜 这还卖南瓜的 卖花的 8块钱一把蔬菜 发现一个规律的就是 这儿没有价可奖 我这奖价无用武之地了 谢谢 这么点一把就8块钱 这我卖板栗的蘑菇 这还有卖新鲜枸杞的呢 草莓 这个黄瓜 这个不认识 豆角 辣椒 我最后看到他们在这儿 摆了一堆在这儿卖 我不知道这个是啥 好像很多人都在买 我买了一千这个 就自己回去 这是煎好的样子 这个是没煎的样子 一千八块钱 我也不知道是啥 我就买了 我迷迷糊糊的已经买了 加上最后买的那个 是花了一百一十块钱 带你们看一下 我在这个海鲜市场 今天花了一百一十块钱 到底买了什么回去 就是手有点沉 快累死我了 这位泥公交车还好远 他们岛上的人 一个星期出来一次 就周六的时候 出来摆个摊子 自己挖点海鲜出来卖 今天有点尴尬 没有买到帝王蟹 我朋友说 这边帝王蟹的价格超便宜 能不能在这儿等一个车呢 默默地举起我的手 有点害羞 Central Bus Station 这个公交车上车700匹 5块5毛钱一个人 我的螃蟹酒已经出来了 他老抓我 我希望他能活着到我的亲女 已经下了这个公交车了 又到了这个公交站了 然后再换一个公交车 就可以坐回去了 接下来给我赶上了这个公交车 1200的乘费 9块多一点 啊不对 10块多一点 好累啊 出门买一趟海鲜好累啊 我有点不想吃了 啊 你看 有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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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ias 这很冷 这就是我住的亲女了 我就住这个屋 Hello 现在给你看看 我100块钱买的东西买的是啥 这里都有点问题 这个是生蚝 他们自己挖的 大的贵 20块钱的生蚝 感激还是便宜的 这么多 哇 这8块钱一只的螃蟹 我觉得 还行 还挺难接受的 我来看一下 这个是啥 我要把它拆开 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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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找到那里 我确定是啥 我们没有这些在中国 所以我真的想知道 什么是 我没有识识 然后我问他们 他们不讲英语 我只能明白 2000 2000 只有啥 对 不容易解释 所以你知道 那是啥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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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啥 你说是啥 啥 就是啥 像是一种 是一种 拌道 50% 巴巴 我知道这些是什么 这个是地瓜 加了土豆做的 我算了一下 就是大概 100块钱 在这个海鲜市场 能买到什么呢 1000块钱的 这个 鱿鱼 2000匹索的这个藤壶 两个藤壶都是活的 看到没有 他们在这 打开他们的小爪子 准备出来觅食 然后 这个是2000匹索的 这个土豆加地瓜 这2000匹索的野浆果 这个是3000匹索的生蚝 这个生蚝好多哟 我刚刚用这个盘子装 装不下 太多了 然后还有两只面包蟹 面包蟹这么大一只 8块钱一只 合起来刚好是12000匹索 你们觉得我今天花这100块钱 买的这么多海鲜直不吃 如果在国内 在你的城市 都是买一堆这样的东西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嘿嘿 到时候